老坚俱话 你再说一遍 老坚俱 蓝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我气了 她不是生你气 她是生你爸爸的气 你爸跑到我们家 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 还有关于我病的 对不起 维安 蓝姐她一定很伤心 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 只是一直陪着我演戏而已 我一直以为是蓝姐心大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 蓝姐她真的很爱你 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弥补 你最近还是少出现在我妈面前了 我估计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那不行 越是这样 我就越要在她面前刷刷存在感 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 我会像她一样 真是她的掌上民主 来了 来了 阿姨早上好 怎么又是你 我给您买了早餐 阿姨 这个鱼好吃 好吃 好吃 阿姨 您别动 你听我说了 你别再跟着我了 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俩的 你死心吧 你死心吧 大船 阿姨 你听我说了 您这么说的话 那就表示 还是我做得不够多 这样 您不用管我 总之呢 您去哪儿 我都陪着您 好吧 小顾 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我也真挑不出来 你有什么毛病 不是 你爸爸 他是戴着有色眼睛 看我们家维安的 你知不知道 维安对我来说 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人 所以我不可能 允许任何人倾见他的 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白花心思 阿姨 吴医生 闭门刚好吃吗 好吃 好吃 不是 这两天吃了不少 你不是一直稀释如鸡吗 怎么在蓝姐身上 花那么多时间啊 我得讨好丈母娘呀 这样才能 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 生活中温柔体贴 还可以每天为我 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 我是不是赚的 老坚俱话 什么 老 难道不是吗 你比我大六岁呢 你再说一遍 老坚俱 还老吗 老 苏妍安 你别跑 到底你们会儿也太累了 上班脑力透支 下班体力透支 那这样吧 这周末 我带你去自驾游 顺便放苏同学一个假 怎么样 但是这周末 我们得去看姑姑 姑姑她怎么了吗 姑姑现在不愿意见人 我们不在的时候 她还能让护工 带她出去走走 我们要是去了 她就躲在房间里不见人 她就走了 没关系 我来想办法 放心吧